小波訂製箱二期香水精油系列 溫柔的 Bartender 大家好 我是香水人生的小波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我的香水第二款調酒師 我就是Bartender 在講調酒師之前 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酒吧 我會去酒吧 不會就是我想要放鬆 或者是我覺得最近壓力比較大 我想去那邊喝個酒 然後稍微放鬆一下 因為久了嘛 可能跟吧台的Bartender 都會跟他稍微聊一下 那我覺得這個調酒師真的是很厲害 我不會跟他點我要什麼酒 但是那個調酒師呢 他會觀察你的情緒 包含你整個人今天所呈現的氛圍 專門為我那一天 調出屬於我的酒 我會覺得好像也是一種溫柔的感覺 但是他跟情侶之間的溫柔又不太一樣 這種溫柔 彷彿又多了一點點的知己 知音 你不用說我知道你要的是什麼 那一份溫柔 所以我就在想 不然我來調一個香水 可能不能做出這一種類似很溫柔 縱使我跟你不熟 我不是你的女朋友 只要你來到我的酒吧 我就是可以搞定你的情緒 為什麼這一支香水要直接取名叫調酒師 其實也還蠻神奇的 你看我之前調過的香水 簡癮 或者是比如說贏者遼闊 或者是上一支對你撒嬌 它仿佛就是一種用言語去表達一個意見 但是調酒師不一樣 它就是一個職業 我要讓大家一聽到這一款香水 你就要可以直接聯想到 那就是調酒師的味道 那調酒師的英文是不是叫Bartender Tender它其實也有溫柔的意思 那那個溫柔就如同小波剛剛講的 它多了一種暖心的感覺 而調酒師是什麼樣的感受呢 其實可能有些人不喝酒 也不清楚我不知道 但是誰都是有喝酒的 你去酒吧看看 你會看到這個調酒師 它可能會有一種 很穩重的感覺 你會想發出迷人的氣質 然後你就靜靜的看著調酒師 在幫你調酒 它除了是溫柔以外 會有一種微專業的感覺 尤其是你看到它 拿起 shake 杯 炸杯 嚇嚇嚇嚇嚇 一直在咬的時候 哇 真的是帥 真的是由內而外的那一種自信 你就要做出那一種感覺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 那乾脆就直接把這一支香水 就給它取名叫做調酒師 讓大家就知道 那就是調酒師的味道 所以我們要用什麼樣的味道 去呈現這種感受呢 我覺得就是木質調 因為木質調是最能夠表現出 這一種成熟穩重 然後又不失專業度的感覺 我用了成香木 用了雪松 用了海地香根草 然後其中也包含了葡萄 又或者一些天椒之類的土碎 那這股的味道就會讓整個環境 是很和諧的 而且也不會讓人家覺得 你的部分的想要彰顯自己 然後我的那一種質感 那一種氣質 都是由內而外散發出來的 是非常內斂的一種感覺 那如果今天我噴了這支香水 我也是調酒師 那我在想 我朋友或者是不認識的朋友 會不會也是因為這個味道 他會對我投射出一種 欣賞的感覺 哎呦 這男生不錯喔 當不起調酒師 至少我們那個氣質要很像調酒師 我想要做出那個樣子 也就是調酒師 想要表達給你的那一種感覺 如果你有想要收藏 Bartender香水的朋友們 可以在我們香水人生的官網買得到 而且他是男生女生都可以用的喔 再來5月17號 星期一晚上10點的直播 會有Bartender的手賣 記得不要錯過了 我是小波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追蹤 開啟小鈴鐺 下次見 掰掰